請到的11禮 我們今天三個以上的活動來開這個會議 今天請到的11禮 現在是本身的選佈今天開的開始 市政府、副市長、社會局長、公務局長 市政府、副市長、高僧局長 以及財政局長和市長 本身的合理副市長 以及國媒體、小姐先生 大家好 今天是五月十元 拜三 想說的議定是 0206地震震災 災款的散款使用專案報告 首先 先來請我們 臣富市長 來報告我們這裡的選款 使用的情形 今天這個議定 是將對 0206 我們這裡的選款 41億 怎麼使用 災後重建的問題 是會保護議定 請我們臣富市長來 主席 還有我們各位議員先進 還有我們本府的同仁 還有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現在就來跟諸位報告 0206地震震災款使用的狀況 0206地震發生之後 我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看到整個災情非常的嚴重 對災民的衝擊也非常大 有很多家庭因而這樣而受到很大的衝擊 所幸人間有愛 所以在地震一發生的初期就有很多的單位還有個人 他們就表達願意捐助善款 那從 從 在 然後 訂定了 台南市政府 0206地震災害捐款的 專戶設置管理 以及監督作業要點 就簽合了這樣一個要點 依據這個要點 就來成立 災害捐款的專戶管理 以及監督委員會 那透由這個委員會來考核 0206地震災害捐款專戶 經費的保管、積合、管理跟收支的狀況 以及各申請計畫執行的經費撥付的狀況 那 0206地震災害捐款專戶 這個設置管理及監督委員會 那這個委員會呢 我們是依據要點就設置了有15位的委員 那由市長指派由我來擔任這個文匯的召集人 那由社會局劉局長來兼任這個副召集人 然後在這15個成員裡面 除了我們兩位之外 那還有五位是機關代表 就是本府的民政局局長 都市發展局的局長 教育局局長 財政處處長 處計處處長 那除了這樣七位 就是我們的這個府內的成員之外 我們還有八位的府外的成員 那其中包括有三位是專業人士 包括律師、會計師 還有其他建築土木結構方面的工程技師 各派一位 分別是我們邀請了台南律師公會的黃亞平理事長 這是律師方面 那在會計師的部分是由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的黃毅睿常務理事來擔任 那在這個土木結構這方面 是由台南市土木計師公會的鄭明昌理事長 他來擔任這個委員 那除了三位這個專業的委員之外 還有兩位是社會公正人士 那這部分我們也很感謝這個成功大學的蘇慧珍校長 還有南台科技大學的戴謙、戴校長 他們兩位都非常願意參加這樣的一個會 那另外還有三位是災區民眾的代表 那我們就特別是有兩位是由維冠的受災代表 是周國鴻先生跟李樹小姐 那另外一部分還有一位是安南區 因為是義化地區的這個代表 他是張正芳先生這樣 總共15個人 那由這樣組成的這個監督委員會 那這個委員會呢從成立之後就分別在3月22號 跟5月3號就召開了兩次的會議 那在第一次會議的時候 最主要是確認整個委員會的組織內容 那在那個會議上也由社會局來報告了這個 0206地震災害慰問金發放的作業要點 然後這個慰問金發放的情形 那以及由都市發展局報告了 0206震災受災戶租金補貼的計畫 然後公務局也報告這個台南市紅黃丹 危險建築物損壞評估作業的方式 然後在這過程中委員 針對這個災後的重建跟這個災款運用 有一些討論 那特別也提醒 提醒就是說在這個慰問金發放的部分 應該考量到受災戶受傷情形不一樣 那除了重傷輕傷之外 是不是應該還有所謂的微輕傷的補助 那這個部分在 我們在這個重建福建小組中也有討論過 所以正好呼應了這樣的一個想法 然後另外一部分就是 也討論到這個專戶的捐款 應該要定期公開 然後把這個捐款收入及動製金額 還有專戶結餘及各局處計畫項目等等 能夠把它公開出來 那我們後來也都照這樣子來執行 那在5月3號召開第二次會議 那這個會議裡面主要是由社會局報告了 這個0206地震受傷者醫療照顧補助的實施計畫 還有就是這個善款慰問金發放的情形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是由公務局報告了 紅黃丹建築物評估作業的作業方式 交通局也在這個會議裡面報告了這個 0206地震災害棄機車毀損補助金的實施計畫 總總 那在這個過程中委員也提了一些建議 包括到就是說圍貫大樓周邊也有一些民宅 在這個救災過程中有一些損毀 那一些棄機車還有房屋等 是不是也應該列入補助 還有這個倒塌大樓是不是要重建 那因為牽涉層面很廣 那這個委員也建議市府的相關局處 應該要極力的加以協助 然後來促成居民這個組成重建小組種種這樣子 那在第一次的委員會召開之後 本府就馬上把這個0206地震災害捐款的專戶的總的收支情形 在每一個禮拜我們每個禮拜公布一次 每一個禮拜的禮拜二就會公告這個 把相關的運用狀況公告於社會局0206震災的專區的網頁上面 然後把捐款專戶設置管理以及監督委員會的會議紀錄 也公告在那邊 那透過公開透明的方式希望讓社會大眾能夠了解到市政府是如何來運用這個善款 那其實也是回應他們 因為每一筆捐款就是一份愛心 大家對於台南市我們這次受災的這個關注呢 我們覺得應該要予以正向的回應 那同這個公布以及市政府在擬定這個重建的相關的計畫裡面可以看得到 我們把這些善款都妥善的運用在災民生活輔助 醫療救助生活及身心重建 還有子女教育還有災後建築重建 還有甚至包括災民的法律輔助費用等等 總是是希望能夠盡快的協助災民能夠重新站起來 把悲傷放到過去把希望放在未來 盡力能夠協助民眾回到原來的生活 以上是對於這個善款運用的一個初步報告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感謝我們臣府市長 我們這個議員同事 我們今天這個善款的輸用 是一個人最多而已 差不多會知道而已 我們一個發言跟五分鐘好不好 還圓一分鐘好不好 因為我們會知道跟阿波的議定不一樣 正是定期的就有五分鐘 待會有人來 一個五分鐘好不好 好不好 好 來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議員同事 還沒發言之前 本市先做一個發言 我們臣府市長 你是我們 你請坐 我們這家的善款 剛才全補四十一億 那在這家的善款 會有那麼多呢 應該是我們英空這裡的圍貫大樓 受到善款 我們一步再步 一步再步 所以在社會國界 的善款 每個四十幾億 都是這些善款 到三天 如果 回貫大樓 師兄的人太多 那在這段時間呢 我站在英空 我是感覺 我們英空 這家的家俗 有夠可憐 可憐 這段時間 為了這些善款的問題 既然讓市政府 那些家俗 說得太貪 說得太貪心 這久的呢 聽到家俗的心肝 來呢 就是第二次有創傷 因為 我們台南市政府 你要了解 站在市場的立場 這些善款 他們家俗 頭到人家都認定說 這些善款 就是要營在圍貫大樓 差不多十個九個家俗的 親近朋友 包括 現在 這些國界的善心的人 他的種子 也差不多要營在 這些市場的 災禍重建 還有這些保障 結果 讓台南市政府 每管一管 你們家俗有夠貪 這句話說出來 可以說 為了貫大樓 這些市場 這些管理委員會 可以說 大家有夠可憐 含市政府開會 市政府 議員堂 市政府說話說了 他們才可以說 所以我是覺得 英空這些市場 這些夢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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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絕對不完容 你 我講得聽 這些善款 來自 那個 國地方 甚至 做人家 三千五千 拿出來 他們 我是覺得 我們這些善款 運用 要 和 相對 做一個溝通 一個協調 人家說要有溝通 還有協調 萬公人貪 因為他們的認定 就是說 這四十幾個就是要給我們 要為貫大樓 要為這四十 你跟他們溝通協調 溝通協調 之後 創作相贏 創作相贏 有一個 我們 我們為貫大樓的所在乎 李慶元先生 來在旁廳市 在旁廳 因為這些家修 大家 或是都 做工的人 大家都要做工 所以派一個 我們為貫大樓 我們的管理 管理委員會的 代表人 來在旁廳 還在旁廳 所以 市政府 我們副市長 你做 我們善款的 交集員 你如果是一個 人家者 我希望這個 鮮款 鮮款 要人家改善好 還有一張 這個鮮款 有很多人 想要把市政府撤回來 人家要撤 要向人家不 撤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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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當初的總紀 他就是要 叫付這四十 給微貫大樓 這些職財 這些人 結果 我們市政府撤回來 對這些微貫大樓 這些市政府 可以說非常非常 公圍非常 的科普 啊 很多 很多 驅父的人 他現在 頭到來 他現在是有收骨 他收骨 可以拿來 市政府將這些錢 扣回來 他要給 微貫大樓 給這些 收財 一盒一盒 這樣要分配給他們 因為我們英空 有很多愛心肺 後八十幾萬 後兩百幾萬 都要分配到 有得好 他這錢沒有拿來 社會局 他利用我們英空的愛心肺 這種情況 這樣用愛心肺 一一三九人家 家修的手中 和那個中心 現在很多 長腳長手 還在哪裡 長腳長手 長腳長手 這個收財 有些 維冠大樓 那些市場是有夠可憐 他在睡 伯母在睡的中間 怎麼倒下去 怎麼死的 他都不知道 將時 還有很多風聲 說 訪問大家 說 我說我才會來這裡 他怎麼死的 他不知道 我才穿我衣服 他才來這裡 他怎麼死的 他怎麼死的 長腳伯母鄉 倒下去 四百幾萬人 這家的 請求 你們怎麼求 大家很辛苦 大家很辛苦 非常辛苦 不過 他現場 我四點就在 三點 三點 五十七分 我成長 我四點 我就在 市政府現在減一項 沒做 第一時間 就要抽水 因為維冠大樓 倒了 人家英台樓 那一條 自來水公的 會說什麼 又倒下去 水公又破 水噴出來 我們到現場的 我們到現場的 是我們都 穿火的 我們料到腳 所以第一時間 人家 市政府 又要抽水 不會死那麼多人 不會死那麼多人 在那裡 這條 大家很辛苦 我都在那裡 都有看的 我是 待會兒 我發現 人家 是 副市長 你要做一個 算明 這條性 人家要來討 就很多小的 小的教 很多人 會款 還不收穀給人 人家 會四十一萬 收穀到現在 還不怕給人 小的教 解釋 就是 收穀 要萬風 要怕收穀給人 要很多 萬風 信風 所以將會怕不怕 三個月 三個月 到現在三個月 人家 驚富的錢 收穀還不給人 老金昌老議員 我們的主席 副市長 以及我們國學 國學 副市長 以及我們主委 黨員 文匯記者 先生 大家好 今天 我們都幫你做 你們台頭很壞 你知道我關多少 因為四十三萬筆 告訴我 他要關五百萬 我說好 他要請市長 我說現在在救載 不行 我請民政局長 民政局長 幫你提市長五百萬的收穀 他沒有親身高 所以我沒有 像這個情形 我又拜託民政局長 說 你去跟我說 我要用那種收穀 我也不要說 要關一點錢 他就這樣來賺報紙 也沒有意思 那是出足以內心 去年八千頂勃 我嫁夫這個月薪水十二萬六千七 我費款之後 第十九日 我收到收穀 今年我問當總安 問說 我們的費款 會中好 我在二月 設立地檔後 救災完成 二月十三 我費二十萬 我又拜託 陳總安 去跟你們說 我要用那種收穀 拜託你們開 他跟你們說 會跟你們通知 也沒有 經過一禮後 我又去 社會局 很多人很忙 看著我去 在問說 要收穀 我說我費款 在這裡 可以開收穀給我嗎 我說 你們經理後 開給我 不然你們的小部 要給議員參與 你們的費部 要給議員參與 你們是在怕什麼 人家會跟你說 要讓 費家人 跟財務出入 要白家走 要專家的時候 就先把你小做亂 你現在沒辦法通計 還要手工 裡面電腦把我們花那麼多錢 都拿那麼多 沒辦法讓他們開 那麼多萬筆 人家身伯父是怎樣 十九里我可以收到收穀 還不用說 你只要我拜託三次 說我要用收穀 你們不能開給我 主席說的 不然二十萬幸運 我直接拿來給那些加速 你怎麼坐 我忍心給你們客席 有這裡副市長說的 對中間 離路教育 慰問 求助 這六道行裡面 有市長你剛才要高興 我請教你 這六道行 匡列起來 有超過十二月嗎 還有一部分 還沒 沒有啦 我跟你合過了 是 好 尊號你超過十二月 會超過二十月嗎 不得了 會超過二十月 一定不會超過二十月 會超過十二月 不會超過二十月 全款都總共四十幾億 四十幾億 這麼多 我們當時就是出主意 神心 要有這些受苦受難 尤其是生命這些加速 他減少也合理 尤其今天有夠的情形 你們還在當頭 準備要看 改良土地 土地改良 和你無關的 和這些情況也無關的 是不是應該 包括中間 到的沒有幾檔 有去生命 有失落的這些見證 是不是在中間的聲所 可以跟人家幫忙我 你落這些錢頭要做什麼 落在做秋月子也沒有意義 對不對 這錢就是改良 在改良的地方 希望你去後 後面 我副市長 可以繼續 因為這些錢 屬於你們 我幫你算過了 你們可能會超過十七億 就一直很 照你們現在 訂出來的辦法 很認真跟他們 會超過十七億 你落那二十幾億 沒意義 那麽 通案性 就是說 原本你一樣 五千六千 是不是專門 提高 給我們回合家 我想 這是 官款人 我是官款人 自一利益 是 那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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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那麽 是 這麽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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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麽 不管是當時的情形 或者現在使用善款的狀況 照我們對府內安排人士的了解 是您最清楚嗎 能不能讓我們知道一下 這邊你講了圍觀大樓 幸福大樓 以及我們東區的大治理生產市場 幸福大樓跟大治理生產市場 有一個差別待遇 對不對 那你們差別待遇所引用的條例 都是台南市新辦公共工程土地改良物補償自治條例 請教一下用同樣一個條例 但是幸福大樓跟大治理市場 它的上限都不能超過50% 那何以如此 市長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對不對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因為圍觀 當然圍觀 不好意思很多鄉親往生 但是如果你引用的條例 都是一樣的條例 這些受災戶提得出他們受損的嚴重性的話 為什麼你們要設這個上限呢 是 這邊我跟議員說明一下 那個引用那個條例是用來計算那個補助的標準 是用來參考那個額度的部分 對啊 那既然你等於說用的條例相同 那變成你自己先設限 就是說幸福級大治理生產市場 不能夠超過50% 那這個不是有點奇怪嗎 事實上也不只是幸福大樓跟大治市場 也包括其他的紅單要拆除掉的房子的部分 我們都是用那50% 那當初會設定50%有一個想法 是說因為超過50%的話 就變成好像是市政府 對那個事情的部分就超過一半 所以那因為這整個事情是天災 這不是市政府的 因為行政的措施的失誤或種種 補償或者賠償並不是 它是一個補助 它是一個補助 這個補助也是來自民間 生者也罷 生者也罷 給他們最大的安慰 最大的照顧 顯然你目前手邊的善款 是足以支應這一切的 對不對 剛剛本會同人在講 可能頂多你們花不到一半 聽起來是這樣嗎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為什麼你們自己先要設定門檻 讓這幾棟一樣遭受天災人禍的 所謂受災戶 產生那麼大的覺得被分別 被所謂不公平對待的感覺呢 副市長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了解 因為第一個你善款是很充裕的 那當然應該要有一個標準 也不說我說你該補我100% 我就該補100% 你應該有一個衡量的標準 可是如果善款很充裕的情因之下 你用一個衡量的標準去設定 哪一棟受災戶該得到多少補償 那樣子就OK了 你為什麼先要設一個所謂的上限 讓大家覺得好像我的痛苦不如為貫痛 我得到的安慰補償就應該要少一點嗎 我的意思說並不是要求你們都應該要補到100% 但是你善款如此充裕 而這些受災戶他們情感上或者甚至其他相關的 他們都一樣的痛對不對 這個不能說比你比較痛我比較不痛 你可以用建物的受損情形 家裡或者有沒有一些受到其他的人的人員的傷亡 來做一個善款核發的標準 結果你拿了核發的標準是一樣的 可是你的比例你自己先設限 副長你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你現在其他的這些受災戶就覺得不平嗎 我要強調的意思說 我不是認為都該補償100% 而是說你們為什麼要設定這個上限 今天如果我在大治理 麻煩一下 如果我在大治理生產路這邊 這個蔡奇啊 你可以說有一個專業的鑑定 然後鑑定我可能只應該補我30% 那你專業鑑定讓我知道以後 我的損失相對比較我隔壁全倒的 或者怎麼樣的 我自己摸摸鼻子不好意思 這不應該比我應該受的苦更多嗎 所以我願意認受這個這個認了這30% 拍謝 那你們現在就先設計只能到50% 所以生產路大致 他們當然就很多不平的聲音 我不相信幸福大樓沒有 副市長我想你了解我的點在哪裡 因為你用的補償標準是同一個補償標準 那你就再用那個補償標準的時候 專業來鑑定它就OK了嗎 為什麼你們自己先要分別新呢 剛剛一直強調就是說那個補償標準 就用來計算嘛 那到底像剛剛議員是說 你也不贊成說一定就100% 那所以一定要定義一個%數啦 就是說鑑定出來之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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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段 曹晟朗主席有說嘛 今天這些喪款會很短的時間湧入 是因為維冠大樓倒下去之後 我們這些為替在過年那段時間進步 所以全國包括海外 看到維冠大樓會希望這麼多 才發出那種善心 才有能夠關注這麼多善款 你們頭前有說 像你現在這樣搶誰搶啊 給你搶20億 40幾億的善款 我等一條一條來給你減一減 你實在是要善款喔 我又不願意跟你問啦 跟你問也沒用啦 比這個今天所有的問完 比沒辦法幫忙就對了 你現在你做主席之後 你走之後有什麼人要來當年主席 什麼人 倒是為父子長 是五父子長 好吃是乾父子長 是子長 要子長自己來什麼 依靠同意心耶 唯一貫大樓煮給我倒下去 要跟你們這些廣闊開花 都要併這議員堂 議員還沒辦法進去 對於他們在表達的方式方面 一定是比較沒辦法表達嘛 市長給我的感覺是什麼 外面又說市長是怎樣 市長的意思是說 你們這裡為官大樓 背你們這樣已經有夠多了 不要再雨取雨球啊 那種感覺啊 今天你出來這裡的善款 無費也是要幫忙為官大樓耶 我如果說今天為官大樓 如果一樓是翁先生 一個人來背千萬 一個人來背吉他 一個人來千萬也要 幾億 差不多十一億萬嘛 對不對 後來我再請教 現在為官大樓一樓 不能超過三百萬 我今天如果三十倍 我也上限了三百萬 我如果三百倍 我的上限也是三百萬 我幫你請教 外觀大樓現在一樓來講啦 因為你們現在一樓 一樓一倍幾萬 一樓一倍幾萬 那以那個標準來算 欸 伯父長說 對 表示說七樓齁 七樓到九樓齁 表示因為移動十六樓齁 我們平均七樓到九樓 五萬六千三 一倍倍五萬六千三 一樓一樓 一樓一樓一樓 你一樓一樓五萬六千三 一樓一樓公務 你最厲害 不超過五十樓 那都差不多三十幾樓 我幫你請教 我幫你請教 今天如果你看到圍觀大樓 倒下去 所有這些這些忠聖單位 比較會來關 你自己用一樓五萬三在背 這樣他們真真正常人今天關門出來的心態 跟他們不一樣啊 我說我這樣對啦 今天我關門出來的錢 無緣也是看到電視 看到外觀大樓倒下去 沒關係 我們趕快拿一些錢來幫忙外觀大樓這些祝福 結果你不是 你一倍到八五萬三 這幾個早 你們才不會跌跌跌啦 沒有啦我說你們錢 如果你們現在會跌上方式 跌差不多20億而已嘛 20億也跌不下去 你們這麼多錢 你們才不會跌這太財富 這財富的財富 你們才不會跌跌跌 你不要自己手腳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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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 你們如果跌歪也跌跌跌跌賣 為財大樓要跌跌跌 我的意思是這樣啦 反正基本為財大樓要跌跌跌啦 這樣有合理沒啦 我跟妳說 今天的現況來自於維冠大樓 組合倒了以後 翁先生 媒體報紙更報出來 大家更關出來 你今天維冠大樓一批一批五萬三 一間公務 想要給你 想要多批40幾批好嗎 你打工的 謝西打開的 都四五十塊 對嘛 四五十塊嘛 你比較八千兩百萬而已 我等一下再給妳問 我們副市長 屬實的啦 一過年 受到電視媒體 國界的新聞記者 報十幾天才有這樣的現況 畢竟 人家說四十多大 還夠可憐 真的圍貫大樓 四十多大樓 因為你錢有夠嘛 你中那錢要做什麼 對不對 你如果要去做 要升官 要做國安會副主委 就來這裡 比較辛苦啦 比較委訓啦 來 讓杜思瑩 杜議員 好 感謝主席齁 原副市長 你有剛才在那裡唸 我們有十五個委員嘛 十五位嘛 那麼我是說這都是公開透明法 是不是十五位的委員的名字 讓議員了解齁 他們一張單放在國道上啦 再來 我們現在要高興去中央 我們這個主委 要換什麼人來做 他剛才所有的議員 大家檢討的 我也認為說 我們都賠了太多 因為來自國外 國內的現款有四十一的外 包括我們市府一直發佈說 我們的現款有夠了 不用再騎 在我們的市府中裡面 我不知道當初我們在評估是怎樣 評估評價出來 要用這樣的模式來賠 再來 一隻鞦車抬下去賠起來 我們賠五萬塊 一隻鞦車五萬塊 一隻鞦車五萬塊 一隻歐洲賣一萬塊 我不知道你們當初是怎麼去評估這個 再來剛才我們路議員在說 一匹 靠貸一個五萬幾塊 三百 三十匹 這麼百多萬 我覺得說齁 錢這麼多啦 我們現在總共開開的 我們只要開一個五億元 你們現在報告出五億元 後來要開的 我們最多給你二十億以內就比較有夠 那麼這批現款是來自國庭現身人數的現款 我們是要嚇人家生離生嗎 沒意思 沒意思 他剛才說的 有辦法拿到這麼多現款 是每天天把圍貫大樓一直在螢幕上重複重複重複 才有來自國內外全部的三星人士 管這麼多錢 再來 你怎麼知道我們的愛心肺是怎麼來管管 他們也認為說 市府已經收那麼多賣款了 要怎麼用他們不知道 像我們自己認得我們的台東愛心肺 我是去到英空 把這間學校 幾個所在乎的兒子叫出來 九個 十個 我們這批現款有三百幾萬 我們是一個小孩的 學校就把他們叫他差不多二十七萬的平分 這二十七萬 從他學校開始學校到關税 他要買對他的心情 要殺口從三十五百塊 學校 校長到校長 他有自主能力了 他這些錢 高中畢業以後 他自己去發揮 是這樣真正的落實在受災婦的身上 他剛才主席也說 有一些愛心肺 都認為說他們要這樣做實際 真正是關這堆錢來 我給他看一看 就到現在才發了五億多 一隻手機一萬塊 一隻車五萬 再來甚至我們都在規劃說 好像那個規劃的幸福大樓 最高上限三百萬 我們不能超過五十趴 說趕快 我一間戶道 我可以拿一百五萬 有時候說 拍拍聽的一間房 一個電視冰箱 洗三個 比較好 也幾六萬塊 全家的家當都沒有 欸 我覺得說 我們這些委員 為什麼當初 會來評估自己射線在白腳白手 說趕快 今天不是我們 我們每一年 在那個偏汙選 說欸 我就賣了 我就存這些錢而已 我的汙選就要來多少 開沒了 我收回來 又後年到的汙選 我們現在是 受災戶的監管 專用啦 齁 你看你存那錢 要嫁人家生日式 人家也說 你市政府 會得正在哪裡 我覺得這都不適當 所以我認為 我們要重新的股價 開放讓更冷的 今天我們的錢都不是開去 不夠 你存的錢要開去白雷是不行的 你如果用這個錢去 發到別個地方啦 說趕快 建設啦 好 疫化好 檢測 什麼都好 這都不適當 就枉費 全世界的人 都來在管這些愛心 不是要你台南市政府去建設去開發的 是要給受財富 受財富 因為那天我們去 那個體育館 體育餐那裡啦 你看剛才從10點到10點半啦 我們坐在那裡真的 馬賽剛才燒乾乾的 弟弟跟火結束啦 看到那個情形真的有夠可憐 都是小孩子 那麼年輕的小孩子 青年的 所以說 視野比較不大 我們要將這些 現況 要怎麼穩定下去 我們要重新一個股價 不要設限在這個方面 你設限在這裡就對了 你那些錢因為我們都要嫁在 小孩子在存在生而已 沒有意義 我們也不要再有第二次的地震 造成這麼大的傷害 這是我今天 我的建議啦 主席 我希望我們 謝謝我們 議員 來 陳宜貞 陳宜妍 謝謝主席 我們未來的副主委 我們未來的副主委也是我們副市長 我想 所有議會同仁其實都是出自於對這個善款的關心 那 的確這個不幸的事件也讓非常多的善款湧入 那我想我們也第一時間認為善款足夠的時候 我想市政府也就發布說大家不用再捐了 我想這個金額已經夠了 市長也就這樣子的說明 那從災後整個市各界的一個滿意度來看 對市長跟市府團隊 我想大家對於我們市政府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還是充滿肯定啦 那但是我想我們今天有提出七個項目 大概是我們使用這個善款的一個七個項目 那我在對照這個捐款專戶收支的情形表的裡面 它裡面只有寫到五樣 好像計畫跟後面這個整理出來的表格有點不符合 掃列兩樣 他沒有把醫療跟這個建物的這個補助放進來 那我是想請教一下副市長 我們到底目前執行的金額到底是多少錢 全部到目前為止 是說支出的嗎 已經支出了就是目前是這個 就是到五月六號 剛剛有報告說我們每一個禮拜都會合計一次 就到五月六號上個禮拜五的部分是 五億一千七百一十萬三千八百六十五 五億現在到目前為止已經合了五億 那我想我們善款還有四十億 那我們這邊認為這七項都支出完畢之後 大概還會剩下多少散款 因為還有那個土壤液化的部分比較複雜 那部分還沒辦法精算出來說到底那個怎麼會要支付多少錢這樣 那現在這邊以這邊的計算來看的話 就目前這些項目如果全部核實之完的話大概十多億 十多億啦 那我想這個就是大家比較關心的部分 到底有四十億的善款到底剩餘的部分會怎麼樣做一個處理 那當然大家非常關心 其實在同一個事件上造成有一些受損的狀況 不管是最嚴重的微貫 跟同樣因為這個地震而造成一些傷害的 幸福大樓大治理等等 還有一些相關的一些還有一些建物 各地各區有一些建物 因為這個事件有一些損害 那但是當然大家一直在關心 其實是因為同一個事件而造成的損害 那當然期待它會有相同的被對待的標準 我想這個對這些受災戶的心情 他們是一樣沉重的 也是期待市政府能夠對他們有一樣的照顧 讓他們心理上也能夠盡快的這個度過這個困難 那我謝謝副市長請坐 我想請問一下我們未來的副市長 我想以後這個增負的工作 應該就是我們無負來接手 那我想請問一下那個局長 也是我們未來的副市長 像現在有些建物 最近又有漏了少許有一些 他認為說他去評估之後 還有一些在繼續傾斜的部分 那像這些民眾的話 他這個建物 他可能現在還沒達到這個紅單的標準 可是他認為他房子還繼續在傾斜 他這個還能不能後續再做一個鑑定 因為基本上都已經請斜 跟疫情下線都已經鑑定完了 鑑定完了 那如果說用作文當然看不出來 當然如果說你認為說他有繼續在請斜 我建議你把名單給我請那個祭司再重新去 如果說這些民眾認為他的房屋還是有繼續 應該地震完就穩定了 就穩定了 他認為不是說用眼睛看 是是是要去專業的鑑定 所以我們這些民眾如果覺得他業民 如果說他還要去檢定 還是可以請局長這邊 來幫忙 來幫忙他們 來幫忙他們再去請祭司再去鑑定看看 因為還是有接到民眾覺得說 基本上這個案件 還有還有給你去檢查看 所以這個案件應該不會很多 對這種狀況應該不多 所以我想如果有這種情形下的 報給我們那個未來的吳父這邊 還是會繼續去協助他們做一個更精準的鑑定的工作 那我想我們增富未來高升之後 我們吳父接任這個工作 我想也期待說這個善款的使用 能夠讓各界能夠更加的可以接受 當然我想這個都是按照我們一些相關的計畫 去走去執行的 但是我想使用上還是要讓災民 能夠感受到市府最大的照顧 我想這部分請 我們未來應該是我們的召集人的部分 這邊請我們吳父可以多多的注意這樣子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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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我們陳議員 來就是李昆皇 李議員 李議員 什麼吃的 我們 回貫大樓 三點五十七分 倒塌 我們市府的官員包括我們五十七個議員 剛才我們李議員第一次到 李昆皇 他剛在頭前 第一次到 我剛才第二次到 李市長 以前 沒做過我們英雄的市長八年 以後我們英雄有什麼財財 包括百百水災的財財 看人要怎麼補助 看人要怎麼補助 本來百百水災 本來有定一貨兩萬 結果發到一貨四萬 剛才含著一貨一貨一貨 剛才那時候救災的財財 百百水災的財財就有定兩萬而已 結果 一回國界 跟中央補助就超過 剛才一貨補助到四萬 這我們英雄市長李昆皇做過 所以我們 我們這條0206這條財財 假如有那麼多錢 我希望沒人欠的 欠的沒辦法 你沒人說欠的 要應付後天的地方 沒辦法破壞 後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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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財財 沒有那些電視 連續12天這樣補 這樣補不可能那麼多財財 來 李昆皇 李議員 感謝主席 感謝主席 我先請告主席 我們早上的議程是0206 依正 贈災款使用的專案報告 我們今天是那個 阿薄是重建小組 阿薄是重建小組 阿薄和我多少 阿南作會嗎 不行不行 不行喔 今天可以是 因為 因為主席 說到這製的贈災款 我們不用 探索就重建 阿薄 因為我們議會過期 喔 文部很清楚 你討論財經的 都會說到 環保說到其他的 也一樣在說 所以本身 如果說到贈災 如果說到重建 請主席 不要緊不要緊 因為一個五分鐘喔 你要說那些行事 今天不夠時間 好 維冠金融大樓 主席剛才說過 我在本社合部署上 當然我對這個事 比較清楚 比較了解 那現在這些受災戶 他們的想法 他們是要重建 還是要賣土地 甚至還有第三一部分 就是還在觀望 觀望最主要的意思是說 這些要賣土地 如果價值他們覺得會合 他們是要賣土地 因為很多受災戶 跟本社發言的就是 他們的家人都不在了 他們不想重建這個地方 他們看到這個地方 他們的傷心不想 所以大部分 沉默的不講話的 他們的意思差不多說 我們也沒有很意願 要回到這裡的重建 不過看政府 要怎麼處理這些工作 以稅的施設 市長跟市府團隊 在東東 華平路東東 跟這些受災戶座談會 同時說幾個 這些受災戶的人提出說 不然市府給我們買這些土地 市長有答應說 你們要買市府就可以買 但是這個有個問題 這是住宅區 不是公共設施保留地 是不是 如果都更 市府就可以買 這等一下 因為時間的關係 等一下 市長也答應 一個月以內 評估市價 4月10號到今天 剛好31天 已經一個月了 我們市府評估 做一個單位 評估之後 市價是多少 市價多少 跟李妍報告 那個 基本上已經 市政府 照那個時間 在一個月以內 有評估出來 那這個評估的價錢 是由估價師 還有經過地首 經過地政級 那個開會決定 就是 估價是評估以後 還會送到 那個 議價評估委員會 對 那評估出來了嗎 那個 你答應收財 說一個月要要宣布 我先講一個大概的事務 因為這個事務 要簽給市長 好 大概37 8萬 那7萬市吧 應該是這樣嗎 對 3萬7萬市 但是這些受災戶 他們就希望說 你市府公園算的 市長答應說 你們要賣 市府就要買 但是 買這個土地 他的先決條件 他不是公社用地 市府該怎麼買主特工 給雲中 李妍報告 因為 那主是一個險像 因為 開會很多人 也有很多人說 他要重建 那也有人說 他要賣土地 對 那觀望人 比較多 就李議員講 因為那個觀望人 是說 是說 你補償 補助 補助我的建築物 那個另外 我再說 補助我的建築 我們沒有超過300萬 但是你還買我的土地 我如果加起來 超過我以前 買這個給所有的經費 超過 他就會賣 那就是賣 但是 但是 這裡都沉默 都不說話 但是 要重建的事 比較大 當然 本身沒有代表 哪裡 要重建 或是賣土地 或是在我觀望 都看人 所有管理 所有財務 自己的意思 其實就是說 要整 整合吃一個意見 這樣舒服 要幫忙 要協助都比較容易 不然你說 為了要 副市長 副市長 你要給這些所有的收財 甚至所有管理 一個共識很難 真的很難 因為這些店 他們希望重建 但是那些騎乎 那些收財乎 那些建築物 補助金 加起來 他們超過以前 他們買的成本 他們就要賣了 他們趕緊去包圍 買 你知道嗎 好像在107年 購買還可以 350萬以下 低利貸款 他們要趕緊處理這些工作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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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來 我們 秋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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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主席 曾副市長 請問一下 您剛剛講到 我們現在發放的震災 就是這個所謂的 災款使用的狀況 目前才發放的才5億多 那有關於台南市 因為土壤異化 也造成了這個民房的受損 你們到現在都還沒有一個 建立了一個原則 或者是說 到底要補助還是幫助 還是幫他重建 這一些我們都還沒有釐清楚嗎 各位議員報告 像昨天晚上我們就在新市 新市那個有12戶 也是因為受土壤異化影響的 那個部分就處理得很清楚 就是說包含幫他把房屋的損毀的部分 鑑定出來說該怎麼修 然後下面的那個 如何去頂升跟扶正 也都估算出來 那就這樣的金額去補助他一半 那事實上有已經大概八成多的居民都領了 八成多 他們是領現金領補償費 他們自己去重建是不是 沒有他們就領補償費 然後他們也已經都討論好 就是我們的祭司有建議說 就是建議給他們兩家這個營造的公司 那他們也跟其中一家談好 就是希望有那家來幫忙來營建 因為事實上 震災這兩個字 我不知道你們怎麼去解釋 你覺得震災的意義是什麼 震災 震災 就是我們這個所謂的震災 抑震的災害 還是震住災害 震濟災民 震災兩個字 它的贊面的意義是震災災民 那麼震災災民 其實這一次2月6號的地震 人家在說六股拍照 結果台南市感冒 是震災在那邊 但是受損最嚴重的是台南市 可是有很多的土壤異化區域的房屋 不是只有單獨 例如我們台南市中西區的文和街 這個曾副市長可能知道 他就是因為聯動的房屋 然後其中有一棟比較靠文祥街的 它有空 人也空 所以它比較重 整個床幾百個 那當然現在我們市府 是幫他們拆除重建 但是事實上在那周邊五十公尺裡面 不是只有這一排房子受土壤異化 它就沉下去 沉下去之後就沉著過 那其他的有一些也是在他的客廳 甚至於廚房都出現了泥漿 那很多的房屋內部事實上是不堪使用 但是他經過建築師工會的頻段 他既不貼紅單也不貼黃單 那像這種他們如何去提出救濟 因為講坦白的 如果沒有地板他的房子沒有問題 那變成說你除非是全島半島或是傾斜 我們才有辦法去處理 那對於他內部 他雖然不是 他是軍列 可是他是軍列的非常嚴重 他是地表整個隆起 那這一種的應該不可能拿到這個債款 依現在的規定 我們就說依照營業署公布的那個去鑑定的那個標準 來做紅單黃單的判定 那如果像以一眼剛剛舉的例子 如果說真的是經過這樣的專業評估 他還是沒辦法達到黃單的標準 以現在的規定就真的是沒辦法付出 那這樣子的話 就沒有符合社會的公平正義原則 為什麼 那我就再請教你 因為你要去當經發會的副主委 怎麼叫做社會公平正義 他的最高原則是什麼 他的最高原則是什麼 他的最高原則是要社會祥和 就是大家對於很多的制度面的建立 或者是說很多的這個政策 是必須要是必須要符合社會和諧 我今天我的家 會造成社會的不和諧 我剛剛就跟你提到過了 我們現在常在說轉型正義 社會公平正義 他最主要的 是大家要有一致性 大家會感到會心想 所以我認為啊 這個 我們一直在提說 這些善款還這麼多 沒有辦法在一系之間把它全部 是因為我們的制度 標準都還沒有還沒有建立的非常的完整 可是我覺得應該可以去 可以就個案的陳情再去 再去做一個檢討啦 或者你現在的意思是說 告訴我期限之內 只要這個工會 內政部營建署頒布的命令 工會頻段的沒有 紅單也沒有黃單 一的投訴無門 我覺得這樣不對耶 跟議員也補充說明一下 我想大概當初訂紅黃單 沒辦法進入到黃單的這個標準 應該是說他可能只是輕微的損傷 那這個部分就是說 如果那個屋主本身 他是低收入弱勢的 其實我們市政府就有透由 那個行善團的方式 也來幫忙他們 但是如果說他也不是這個低收入 表示說他經濟上也還可以 老實講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我們都比較一兩什麼錢 甚至我就要自己鼓鼓鼓鼓 不是啦 我覺得 我們第一輪的發言的 人家已經刷 現在換到第二輪 第二輪發言 我們王佳生王爺 那個副市長 我看到這邊說你們有執行情形 這是社會局在執行的吧 是 維冠金龍大樓是發放98戶 然後幸福大樓發放4戶 這個大治理生產市場發放41戶 我是說這個所佔的整體的趴數 是不是也應該要寫得更明確一點 副長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就是你們在講說 總戶數數多少 對對對 你佔的趴數 譬如說我的了解 生產市場那邊有一些朋友 應該還沒有去領 這個所謂的補償金 所謂的贈災款項 但是呢 你這邊說有41戶 OK 那幸福大樓有4戶 你這個沒有辦法讓我們有一個 更科學化的數據 是 來了解 我們貴府 這個贈災情形的執行狀況嘛 是不是這樣 我們要補充一下 好 所以我要麻煩 如果這是社會局的 社會局不是 好 不管是誰 給我一個回應 好不好 這個案的趴數是怎麼樣 那接下來 我要請教一下 那個 我們賴市長 在這個案子裡 賴市長捐了多少錢 這個案子怎麼樣 在我們02-06的 我們台南市的 這樣子的一個 重大災害裡面 賴清德賴市長捐了多少錢 你說捐款嗎 是捐款 是捐款 最先就是一個月的 他把一個月的薪水都捐出來了 所以賴清德市長捐了一個月的薪水嘛 跟那個他捐給熊本的 我應該沒有記錯吧 也是一樣嘛對不對 多多個月 所以這個在台南人心中 他應該知道 他愛日本跟愛台南人 是一樣的分量 一樣的比例 但是不要緊 現在我們再拉回來 複座 能不能我還是請教你 我剛剛的一個執著 是在一個整體性的一個觀念 一個所謂的一個制度 對不對 我一直沒有辦法接受貴府說 幸福大樓以及那個 他們就只能到50% 我的意思說 你們在做這樣子的一個設定的時候 基本上你們是給自己找麻煩 是 您瞭解我的意思嗎 瞭解 所以現在 當然因為本系在東區 我們聽到生產路這邊的一些 祝福災民 他們就萬談 OK 就萬談之下 讓他們說 要不要去領所謂你們的補貼款 我要講的意思說 受災大家都受災了 可能有人是災情慘重到家破人亡 可能有人是一個簡單的 這個倒了這個一兩個這個這個家裡的 什麼什麼電器產品 但是你們在安排他該如何補償的時候 你們當然應該拿一套科學化的標準 如果你們已經先有一個條例 先有一個科學化的標準的話 我實在不能接受 為什麼你們要自己把它先設定 這邊是50%的上限呢 好 那個我想議員 感覺議員讓我來 要清楚的說明一下 第一個是我想要先釐清 就是說這些類的款項是補助 它不是賠償也不是保險的理賠這樣子 所以第一個要先釐清 它是一個因為有善款 所以我們來補助他們這樣 那第二部分說為什麼會是設定50% 當初其實是50%是說全部都50% 反而是微貫才說 因為它的情形比較特殊 才變成讓它是100% 是現在 所以說總的是50% 那為什麼會設定成50% 是說一個是我們依據那個標準 那個標準才有辦法去估價 估算出說如果徵收這個房子的話 那它平數樓層 所以應該算出多少 像剛剛講說7樓大概是5萬多一坪 類似像這樣 那只是一個依據計算的標準 那計算出來的那個每一戶會有個金額 那那個金額到底要補助它多少呢 就變成一個問題 我們要補助它10% 50%還是100% 就變成是一個判斷的問題 那當初在市府的這個重建復原小組 討論的時候是覺得說50% 因為這個是天災 那它不是保險理賠 也不是政府的賠償 所以這時候就是說 我們是補助你 讓你能夠站起來這樣 所以覺得說50% 如果超過50% 反而那個行中心就變成市政府的了 所以是設定這個50% 我想是當初 那一方面是定這個標準的時候 那個時候善款也還在捐當中 所以是覺得先比較審慎的 來定定一個標準 那有大家一個參考的依據這樣 那個副局長 對不起副局長 你剛剛講說第一個是補償 我們知道 我覺得你沒有辦法了解我 真正要講那個關鍵點 就是說我一直在講 你們補到10% 補到20% 補到30% 基本上來講 我都沒有意見 補到100% OK 可是我要講的意思 你現在讓人家的感覺 你一開始就是一個不公 不換寡而換不均 你一開始就設定了這個 他們這邊只有 只可以到50% 你可以不要設定 讓大家心情上來講 覺得一樣的平等心 可是因為你有一個所謂的賠償的 一個鑑定的標準嘛 對 你的鑑定標準 生產這個大志那邊 以及幸福大樓 他們也許狀況沒有那麼嚴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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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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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